下面请看今天的湾区简讯 在一周内发生三起凶杀事件后 湾区捷运BART的官员6号周一宣布 他们将开展加强车辆和车站安全的行动计划 总经理克鲁尼肯表示 他将要求BART董事会授权采取多项新措施 改善乘客安全问题 6号开始 BART警察将临时取消所有休假 巡逻员、社区服务员和调度员 将开始每周六天、每天十个小时的安保行动 巨金山今年的新预算高达110亿美元 所有市政府雇员薪水都增加了3% 涨工资后 巨金山将有近800名雇员的年薪高于加州州长布朗 布朗州长的薪水是19万5千多美元 而巨金山市长布里德的年薪为33万5千多美元 成为加州薪水最高的市长 另外 旧金山国际机场主任、公用事业委员会主席 旧金山总医院执行长的年薪都比市长高 加州旅游圣地、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附近的野火 已经烧到离公园只有两英里的地方 公园5号发布消息说 优胜美地公园将无限期关闭 由于野火 进出公园的路段交通变得极不同常 公园内也是浓烟笼罩 对健康大有危害 此前 公园已经多次经历短暂关闭 最近的一次公园开放日13号 但在两天后又重新关闭 新唐人记者马建与伟综合报道